字幕提供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羊羊 今天為大家要再次分享的是 最後一天的炎克限時寶箱 阿這現在是早上 阿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有可能會先再小抽一下 阿晚上我們再會可能會再 看有沒有時間我們再錄製最終的結果 現在的話排行的部分是 跟昨天比起來 四五六名有點小變化 只是分數其實大家都上的算高 阿我會先上到一千 因為基本上一定要上一千 因為我畢竟是要拚十一到二十名的獎勵 所以的話我還是得先上到一千 那我們就先上一千 好 這是目前上一千 然後目前的話我的碎片數是一一五 阿我的話一定是要拿十一到 那個十一到二十名的獎勵我才能出卡 因為十一到二十名的獎勵的話是五十片 所以的話我這樣才能出卡 但是阿我基本上上到兩千分的話 其實到前三十名就可以出卡 這就是我們抓抓看 我們到時能不能壓在一千出頭十的門 能不能壓在那個前二十名左右 因為畢竟來說 我少抽個像五次左右的話 省鑽 因為你十次鑽的話 你就要噴六千八百鑽 阿六千八百你先不要扣鑽帶 先不扣鑽帶 你就還要 你就變成噴六千八 阿你越少的話 你至少只要抽到十五次左右的話 至少還可以省掉三千四左右 所以的話 還是 還是要算一下 還是能省則省阿 因為畢竟 月底來說 我這樣子噴鑽是噴很兇 加上到時會不會還有 在月底時應該還會有心戰紋的部分 心戰紋部分 我就會再考慮要不要去抽的 才去跟的部分 因為畢竟鑽要噴很兇 阿下個月還有雷雪的部分 還有荒雪的部分 荒雪的部分的話 我也要再看 因為荒雪的部分我也是會出卡 畢竟 目前荒雪的部分的話 我的碎片數是 一百一十五片 所以的話 其實 下個月的話 我小抽一下就好 基本上 應該也是要第三天才能出卡 除非我直接上 我這樣等於差三十五片 三十五片 我直接上到兩千分的話 是可以直接出卡 沒錯啦 你看五片 到三百是十五 十五的話 二十五 等下二十五 阿這個也是 三十五 剛好 到兩千分是剛好三十五片 我是可以直接出卡 又抽到兩千 滿兩千分的話 我就可以不理會排行獎勵 然後直接出卡 但是 基本上 我還是會 第三天才去出卡 因為我還是 計算 加賺量 因為其實現在來說 大家萬用碎片的話 五片會 短缺的 會比較少 因為加上 其實有些的話是 你如果再跟戰令的部分的話 所以的話 基本上 都可以再拿萬用碎片 所以的話 加上 還有 終極之戰的關係 所以的話 萬用碎片這邊 也可以慢慢開 就是 你一天 就是 你要一次開 全部的話 賺量 那個萬用碎片都會很少 所以的話 就都是慢慢開 你一天可能就 開個 我的話是五片五片開啦 我通常的話 可能五片開完 就是 可能早上開個 十片吧 就五五 可能就五次五次開 就一次五片五片開啦 可能開個兩次 可能晚上再開個一次 只要 數量夠多的話 我一個月 一定不會全部開完 下個月 如果搭配其他 限時寶箱又上去的話 可能就是 一天就看情況 會不會開比較多 那它目前的話 我的萬用碎片是 又來到 一千四百五十幾片 上個月的話 我記得是 月初 在練甘地的時候 好像是 一千八百多 還一千六百多 其實 練一隻腳 這時候我才開到四門 其實 鑽量是要噴很兇的 加上你還有 那一個 元素要去把它洗 洗成同樣元素 運氣好的話 運氣好的話 可能就是 沒多少都洗到 運氣不好的話 你可能擺來片才洗到 那其實這個也是 蠻噴的 就是蠻噴 那一個萬用碎片的 就是噴的是 還洗不回來的 就是你後期 你後期如果 就是你角色不練死 你還沒辦法洗回來的 就是 就是 比較傷的部分 就是 這次炎克的話 目前看起來 算是 大家也算搶得蠻熊的 可能有些人 會普遍想要練三殺 加上炎克其實還是有他的 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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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因為他六門 我要必定爆擊 第一回合必定爆擊 然後加上 又變全打 又變成全攻 欸是全打 我看一下 因為我 我其實 我有點忘記了 我要看一下 欸 這樣好像沒辦法 直接看六 沒角色 我記得應該是 不能直接看六 我看一下 我記得 沒有角色的話 是只能看武器覺醒 沒辦法看六 對啊 沒辦法看六 沒關係 到時 我們拿到角色時 我們再查看 啊 目前我的角色部分 也是 這些位拿 到時再看吧 對啊 這個月的話 我超越K也會出來 戰令的部分 超越K也會出來 所以的話 這一個月我會出 也會出到兩張卡 下個月再看戰令是什麼 反正後面的話 明天均應該也會再看 應該也差不多了 胖胖的話應該 應該還要一段時間 因為你像超K 超K我記得之前 其實蠻早以前好像有出過 然後明天均好像也有過 我記得 在 在第一 第二次的時候好像也有出 然後明天均後期就沒再出 就算比較可能 但是 明天均跟 洛克的話 其實沒什麼差 因為你出的話 只是盡量的話 就是拿到 三支隊伍的 隊伍的 美食 就是 先手加成獎 隊伍加成獎勵而已 就先手加成 所以就 10 加的也不多 你隊伍三個的話 是 三個都有的話 是額外再加200 你本身 哪一隻角色是加40 所以的話其實 CP值也不高 因為 他們都沒有 就是 步屋燒步而已 因為他們都沒有 的 美食管道可以取得 所以就比較 沒有什麼用 就是 出了 其實你 對於後期大家 可能在拼先手的 情況來說 可能就是 效益不大 但是 你對於前幾名的話 會有差 因為前幾名的話 後面其實先手都提的 蠻極致的 所以的話他們 就可能就是 要靠一些額外的 來提先手 像實裝 大家可能就會去拼 因為 實裝的話提80 因為現在提80 你看 軍幣花了多少 花到1億 可能 光後期的話 可能也提 能不能 花個幾千萬幣 能不能提到 100的先手 都是個問題在 你像超K跟 胖胖出來的話 這兩隻的話 都是我提先手 都可以提很多的 所以 可能一出卡 我美食本身有 囤的話 就可以提個 大概500至1000 都有可能 所以的話 那一個 有美食管道的 角色的話 就是 差不多到初始 我都會 大概都會 存蠻多的美食在 對啊 好 那就是 再來的話 就是我先 目前暫時先抽到1000 目前是佔定12分 然後我的賺量 是目前佔到57 預計的話 反正晚上會再拍 我預計的話 運 運好的話 應該是 才可以剩下 大概 53 上下的賺 運 運比較不好的話 應該是在5萬 至少 至少會剩在5萬賺 左右 那我們在 到時會再來看 搭配一下 那個 消費 因為消費的話 算是反正 目前這樣抽的話 我等於還差 2564 差2564 才滿 5萬賺的消費 我們再看 要怎麼去搭 但是應該是 抽限時寶箱 應該就會超過 5萬賺 我應該也不用去計算 對啊 那給大家再參考 目前 目前我這個 總花賺量的話 就是 其他的話 因為我會 金幣跟體力的話 我都會更買一個 就是搭配 每日的 那一個 柏月子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 消費也不是很多 所以的話 就不太 不太需要去 看一下 所以的話 大概 就是 給大家參考 目前的話 這些 而且我目前這種 消耗的賺 賺量 就是 兩把賺 跟 限時寶箱目前抽到 一千本 首發的賺賺量 目前是花到四萬七 給大家一個參考 好 就是 目前的話 就是先給大家想想看 那再來的話就是 晚上 晚上的話我會再拍 出 那個牆角部分 跟 出卡 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明天才會去做練卡的工作 因為 那時候也晚了 我女兒可能一再睡 就不再 回去 再做拍攝 好 那就給大家一個參考子 因為 目前最後一天 還沒抽專武的話 可以去 看有沒有要抽 對這隻角色有興趣的 還可以去抽一下 好 那我們的影片 今天早上的話 嚴客 限時寶箱第二天的話 影片我們就先到這邊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